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演 我是你们的收客老师邱宜 很高兴大家收看我的教学视频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 我们已经知道不同肢体的风格 和它的适用领域 那这节课我给大家带来的课程是 肢体的设计技巧和它的创意技巧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课程目录 这节课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肢体设计技巧和它的创意技巧的一个流程 然后我会结合一个案例 给大家进行一个更详细的讲解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课程目录 肢体设计的一个设计流程 主要分成四个步骤 首先第一个步骤是构思一个创意 就是我们对我们需要设计的字体 进行一个构思 先列好一个构思方案 那有了这个方案之后 我们接下来的步骤就是 选择适合这个构思的一个主要的字体 然后接着用这个字体 进行优化设计 那最后再配合我们寻找的一些素材 跟整个画面进行搭配 这就是一个字体设计的大概的整个流程 那我们看到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们以这个新年主题的这一个画面 这个字体为文字的设计为案例进行讲解 那这个主题它是喜迎新春 感恩回馈 这就是这个字体的主要主题 那通过这个主题 我们可以联想到 我们需要使用的颜色应该是红色和黄色的一个搭配 这样子才能表现出新春的一个喜庆 那同样我们去收集一些素材 我们会联想到跟喜庆有关的素材 那可能是牡丹 牡丹这些花可以体现一个富贵 然后还有一些古典的简子文字 和一些星星点点的一些星光 那考虑到这个字体它需要被突出 那我们可能会把它做得像这种 有这种立体感的效果 那这就是首先的一个构思的方案的一个思路 那这个是已经设计好的 我是根据这个来给大家讲解 那我们看到 第二个步骤 就是选择所需要的字体 那根据那个画面 我们所选择的字体应该是 我选择的是一个方正字体 这个字体我会放到文件里面 大家可以去下载安装 为什么选择这个字体呢 因为这种字体 它线条比较粗 然后也比较方正 比较适合做一些比较标题性的一个文字 那所以我就选择这种字体 那字体选择好了之后 那第三个步骤就是去收集这些素材 这就是我找到的一些素材 这个是牡丹 牡丹花就是用来营造一个新春富贵的感觉 然后这是一个 万字 也表现出吉祥的一个减脂效果 然后同样我找了一个这种星光的这种星点的背景 准备是用来做一个文字的背景 那这些素材呢 都是根据我们联想到的一些关键词 去往上进行收集的 那所有准备工作好了之后 那第三个步骤就是 字体对字体进行设计 就是把刚才的方针字体 就是把它设计成这种效果 那最后设计好之后 就是要把这些素材和这个设计好的字体 进行一个画面的组合和拼凑 最终就形成这个效果了 那这大概的流程是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实际的操作步骤 首先 首先我在这里输入了 当前需要设计的一个字体 喜迎新春感恩回馈 那我们观察一下 这个字体 我们需要对这个字体进行调整它的间距 就是要让这些字文字比较紧凑 我们把这个字间距调小 因为我们这个字体它是要设计出来 是要有一个整体画面的感觉 所以不能按照常见的那个字间去设计 我们必须把它弄得比较紧凑一点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观察这个文字 文字的设计并没有说一些严格的要求 一般都是把字的一些笔画 比如说这些点还有这些笔画 进行一些装饰性的效果的设计 这里 这里我大概的讲一下思路 比如说像这种比较常见的这个 一纳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类似这种 这种效果 然后文字衔接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这样类似勾勒出这种效果 然后对这些文字同样可以加一些元素 好 在这里我准备把这个地方做一个那种 做一个笔画的效果 跟这个写字连接到一起 好 我们看到了 我是利用 利用钢笔工具 新建一个图层 利用钢笔工具 我在这里扣出一个这种类似的形状 然后同样这个回字 回字它是表现一个回馈 那回馈我就联想到一个聊天气泡 一个聊天气泡 我把这个中间这个去掉 然后我加了一个这种聊天气泡的这种东西 然后这些笔画之间 他们也我们是可以自由的去进行修饰的 那这里具体的过程的话 大家可以比较自由的去花费 那我就直接把最终的一个效果呈现给大家 最终就是进行这些笔画的变化 我们看到这里 就是我刚刚讲的 把这个笔画进行这种弯曲 还有这里 然后加上一些装饰性的元素 最终这个文字就做成这种效果 那文字涂层我们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处理一下背景 背景的话我选择一个红色 红色作为背景 那然后加上一些元素 星光这些 加上一些现光 然后接下来 对也是这些增加这些现光 然后接下来我把这个兽字 万字和这个牡丹 这些元素进行拼凑摆放 我已经把它都摆放过来了 那摆放完之后 最后再把这个设计好的文字 放上来 在摆放的过程中 大家要注意注意一下 就是要要注意一下这些元素之间的 它们的关系 就你比如这个花 你不能说这样子摆 那既然是围绕这个文字原型为主题的话 那我们这些元素应该是围绕这个文字 周边进行去摆放和装饰的 然后同样这个画面 我们看到这个光 它是一个环形渐变 就是画面的计较点是在中间的 所以整个画面的视节效果 应该是这种成发散行政 从周围聚集到中间的这种布局方式 好 所以最后再加上一个背景 一个背景特效 就是这个星光现光 那一个完整的画面 这个喜迎新存感恩回馈 这个主题的这个文字 我们就已经是设计好了 那大家在设计字体的时候 有几点要注意 就是文字结构 文字关系 它需要注意这几点 一个是文字结构 它的紧凑或者松散 都要有一个合理性 然后文字之间的重叠 必须是可以阅读的 就比如说这个弯漆到这边是跟它重叠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喜字的这边 这些部位适当的去去掉它 而不是直接沉叠在里面 让文字和文字之间有一种相互联系 又单独独立的这种感觉 那它最终就会构成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整体 同样要考虑到画面的一个平衡感 最后给大家布置一个桌子 就是以这几个文字 疯狂动物城这几个文字 设计一张 设计一个文字组合 就是疯狂动物城这几个文字组合 然后可以以这个疯狂动物城电影 里面的一些动物为背景 去设计一下 那今天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